好 阿虹一樣也不是科班出身 當時怎麼會開始做美食節目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姻緣巧合 我之前跟孕芬姐 我們都是時報系的 我們都在中國時報 那我也沒想到在中國時報 待了將近九年的時間 我覺得這過程當中 可能老天爺都是有安排 也就是小燕姐是透過 在報社的版面 看到了有陳鴻上菜 那後來呢 我有一天我就接到了電視台 找我去喝咖啡 那時候就是製作人 他就跟我談 他說我們想要來開一檔節目 然後提案者就拿出來 結果後面就跑了一個人 就轉身過來 然後他就說你就是阿虹 這個人就是小燕姐 我們本來都只是單純 在棚內開火 可是你後來你會因為 你希望為老闆 能夠在那個評判的時代 那我們就會想方設法 怎麼樣在巴黎的塞納河 在莫內的家去做菜 然後到了這個思路的明沙山 甚至於我們還要在家獄館 埋鍋照飯 讓所有的董事長 CEO幫你挑財 然後我會覺得說 這些現在想像的那一種實境秀 或者是最早的一般 我們說美食心腳類節目 在那個年代被我做到了 我就很高興 我覺得就好像很多演員 他們都這一輩子都希望 能夠去遇到好的伯樂 那我覺得如果不是小燕姐 幫我 引領我入門 我可能就不會有今天 我後來我有機會 我去演八點檔 我去演江山樓 我永遠記得 那時候他正在 他正在煩惱 他的夫婿的身體 可是他看到我 他會搶眼歡笑 他說你演得很好 他真的很帥 他永遠都在鼓勵 然後他遇到我 他會幫我解惑 他當然知道 我在這過程當中 可能我是處女座的 所以我對很多東西 在那個當下 我會特別要求 或者是說 我能力不及的時候 他一直在鼓勵我 就是要開心 後來我才發覺到 所有的事情 沒有比開心更重要 當然 你現在心態轉變了 也願意跟10.30年的爸爸 試著去合計 這樣講吧 因為我父親 他們那個年代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柔軟 他也不會帶小孩 那我的愛 其實是來自於 很多很多的長輩 包括連左右鄰居 我真的是集三千寵愛 那因為我父親 在那個年代 他是國家級教練 他是國手 乒乓球的國手 所以他也有英雄主義 那在沙文 沙文主義的年代 那時候男人 如果你們最近有去看 《悲情城市》 你就知道 就是像陳松永 那樣的一個人設 講話就是非常大聲 真的像河東詩侯 會怕嗎 在那個年代 不敢反抗 現在可以有選擇性 我可以選擇更好 更優雅 對不對 活法 所以我後來我發覺到 我母親帶給我的 是更好的一種選擇性 我媽媽沒有因為 我媽媽沒有因為我父親 她的這一種 比較草根性 而放棄了她的那一種 所謂 就是活的體面 我覺得人要活的體面很重要 媽媽很正向 我媽媽很樂觀 然後她從來沒有在我的面前 掉過一顆眼淚 我明明知道她受了委屈 然後這一點 它影響我最深的就是 她受委屈 其他人都在冷眼旁觀 你知道嗎 我媽媽真的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哭 或者是八點檔 就會哭哭笑笑 小狗撒尿 她完全沒有 她就安安靜靜的到房間裡面 就把那一套 就是全身白的那個套裝 穿完了之後 她就帶著我 然後我就牽著她的 那個白色套裝 就跟著去阿嬤家 可是你知道她回娘家 她也不會哭訴 也不用講 因為大家都懂 媽媽好堅強 所以在那個年代 我們都學會順服 然後學會用自己的情商 去EQ 去內化 那你說娘家知不知道 可能知道 可是會不會 因為在那個年代 沒有人輕易地 會去開口說 我要離婚 我要幹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可是我發覺到 這也是台灣女性 最了不起的 多半都是在婚姻 出現問題之後 她的成就 她的韌性 我媽媽就把重心 就放到我身上了 我放在照顧我妹妹跟我 我後來發覺 我母親真的是一個很了不起 她懂得轉念 後來你有勸爸爸道歉嗎 不是跟媽媽 也跟她的外婆 我不覺得 他們會願意在口 我覺得就好像說 牙會時不會 如果說我父親 從前懂得哄 懂得去 懂得去用那些 所謂的花言巧語 去安撫女生的話 事情應該不會這樣 那就是因為過去的人 都是冷處理 你用冷處理 就是不會溝通 那我跟我父親說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花錢 那你要顧家 給他有機會彌補 給他有機會彌補 可是誰來掛鈴鐺 誰先去開口 誰去講這件事情 那就變成是我 那我是花了三十幾年 我才學會勇敢 跟我父親溝通 否則過去只會躲 我們過去都是用躲的 現在不會了 現在我覺得 我這一輩子 就是在學溝通 在學傳播 就像葛姐她說 你知不知道你是台灣 第一個置入性行銷的 節目主持人 她說你每一個街邊小店 都被你行銷到 被大家去關注 你來過就紅了 那我後來才發覺 原來我在這方面 有溝通能力 那我就變成 我要想方設法 去跟一個草根性 那麼強的人 怎麼樣去跟她講 我說爸爸 你知道你離開那麼久 你離開那麼久 你應該要去 你應該要去外婆那邊 去跟她說一個抱歉 因為她告別式的時候 是我幫你跪的 我講到這一點 她接受了 她認同 她覺得有道理 我說是我幫你跪的 我幫你跪顫 我說你應該要去 幫我外婆說一個抱歉 比較失礙 這樣就好了 她有做 她後來做了 當然做 把一個那種鐵和柔情 能夠做到這一點 你們還不給我掌聲鼓勵嗎 對 當然 所以我覺得 所以人是可以溝通 你覺得我媽有在乎什麼 我媽一輩子 早就已經殘念了 早就已經沒有把心放在這邊了 那我媽後來又能夠 住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有一個好的房子 我父親也有面子 我媽媽也有理智 那這樣就好了 吵什麼吵 那過去都是因為 僵在那邊 僵持在那邊 其實不愛很正常 夫妻走到二十年之後 多半都變成只是家人關係 這個是我一路觀察 很多人的關係 她老婆不管她喝酒了 只管她有沒有保險 那我後來就發覺到 對 每一個人選擇 每一個人選擇 你究竟是要選擇婚姻 要選擇什麼 這都是對的 只要你能夠這一輩子 不後悔你所選擇的 那我很感謝我的原生家庭 給我這麼精彩的這些內容 還有素材 所以我才會讀心 我會跟每一個人 我都其實用最短的時間之內 就會知道 她的需求是什麼 你需要什麼 那我能夠盡量努力的 offer給你什麼 大家要開心 我後來發覺到 如果沒有結合 小燕姐告訴我的 要開心 你不要以為觀眾看不出來 其實你一點點情緒 因為觀眾朋友 都知道你不開心的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我練就的就是這樣子的一種 凡事就是要讓大家 開心的去過日子 開心很重要 黃校長 你也是五十歲之後 跟爸媽的感情 變得開始親密起來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父母 不過我們應該可以努力 讓自己過得更好一點 包含跟父母的和解 我跟你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很皮很壞 闖禍 然後被罵被打 我都接受 因為我覺得是我的事 可是他們兩個吵架的事情 我不能接受 尤其在國中階段 公科壓力最大的時候 有人半夜在吵架 你連家都 叫都不能睡 你要怎麼過日子 所以我就拿枕頭砸牆壁 那個牆壁是木板床 木板的吧 我媽就說幹嘛 我說你管我幹嘛 你們繼續吵架 拆房子了 他大概要管你 對 然後他們就吵 我又再砸 他又再罵 我直接起身 開門走人 他說幹嘛 離家出走了 追追追 你要去哪裡 我說你管我幹嘛 你們繼續吵 我就這樣長大的 可是他們不會 因為這樣就不吵 他們還是吵 後來我國中畢業 我到外地去讀書 我好開心 我終於離開那個家了 我都不懂我弟弟 他們為什麼可以睡著 不知道是真睡假睡 然後我就離開了 四五歲以後離開 完全離開 為什麼 讀書以後沒回去 然後就當兵 當兵以後工作 然後所以我十五歲 就離開家了 然後回去以後就是客人 客人又沒衝突 你偶爾回家來 又什麼衝突 他們吵架不關我事 然後後來到了五四歲 我退休 為什麼 因為全家五兄弟 只有我有條件 有一點能力可以退休 我公教人員 他們都還是上班 為什麼 因為爸媽都老了 我五十歲 他們七十幾 我陪了他們最後十幾年 到他們八十幾歲走的時候 我覺得什麼 沒有遺憾 你說什麼彌補什麼 不是 重點不在於說 讓他們吵不吵架的問題 而是我覺得 我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內心的部分 包括我太太講的 沒有遺憾 我覺得那件事最重要 就是那他們吵架的事情 其實不關我們事 就像你講 那我們能怎麼樣呢 但是老了也吵不動 對 有時候和解 也是跟自己和解 真的 跟爸媽和解 跟自己和解 然後讓自己沒有遺憾 對 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